维吉尼亚号是一艘穿梭在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轮船 在1900年的某一天 一位名叫丹尼的少录工在头等舱的钢琴上发现了一名男婴 丹尼收养了他 给他取名叫1900 从此维吉尼亚号就是1900的家 他从未踏出过这条船 然而养父丹尼却在一次意外中被锁链砸中头部不幸死去 1900又一次成了孤儿 此时他才八岁 渐渐地1900喜欢上了音乐 钢琴是上天赋予他的礼物 小小的他第一次弹作的曲子就吸引了很多人 多年以后一位吹小号的男子麦克斯应聘上船演奏 1900用钢琴曲为他缓解音船 音乐让他们进入了更美好的世界 他们与海一起舞蹈 两人的神游虽然惬意 但也撞坏了许多东西 船长发他俩去铲煤 两人躺在煤堆上交流自己的人生 并成为了好朋友 随着四月的流淌 1900对音乐和钢琴的领悟 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声明远播 他能根据不同的人弹奏不同的旋律 用音乐解读每个人身上的特征 以为被誉为爵士创始人的钢琴家杰利罗 带着嘲讽的口气 想跟1900来一场音乐的对决 杰利罗的爵士确实实力不凡 轻生如同丝绸 双手就像扶着蝴蝶的翅膀 温柔而又不适激情 演奏完后 他的香烟刚好燃到桌角 说明他对节奏的把控十分准确 1900十分惬意地弹奏了一首平安夜 但这根本称不上爵士 观众开始带着鄙夷的神情 杰利罗越发自信 弹奏得更加专注 胜利的微笑在他脸上洋溢 而1900却无心点赞 他弹奏了跟杰利罗一模一样的音乐 在所有人都觉得杰利罗已经赢定的时候 杰利罗嘲讽了1900 杰利罗用自己最快的演奏速度 弹奏了一首爵士 但杰利罗的嘲讽激怒了1900 1900开始了他的表演 他弹奏了一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音乐 急速而又有节奏的旋律 听似混乱的琴剑 却又有他独特的曲调 所有人都惊呆了 表演完后 1900拿起香烟滑过琴弦 琴弦上的余热点燃了一支香烟 所有人都为之疯狂 不久便用唱片公司 找1900录制曲子 他一边弹奏 一边透过船舱的窗子摇望 窗外一个女孩子的脸 和一双干净的眼眸吸引了他 1900沉醉于此 指尖情声依旧 时光仿佛静止 他尝试着鼓起勇气 在船舱内偷偷亲吻了女孩 却不敢开口 船靠完到站 1900在人群中 触觅到那个女孩 和他交谈 因为1900的胆怯 使他对爱情望而却步 在麦克斯的劝说下 1900决定下船 可当他真下船的时候 他犹豫了 一望无际的街道 让他无从选择 他又回到了船上 不想离开自己熟悉的 这方天地 在1933年8月21日这天 麦克斯离开了维吉尼亚号 从此之后 他没有听到过 关于1900和维吉尼亚号的 任何消息 终于有一天 维吉尼亚号被废弃 准备引爆 麦克斯赶到船上 寻找1900 结果在破旧的锅炉间 找到了他 但1900还是不肯下船 他把生活比作键盘 键盘是有限的 街道是无限的 在无限的世界里 没有属于他的音乐 麦克斯尊重了1900的想法 没有逼他下船 于是这个从一出生 就没有离开过 维吉尼亚号的1900 最终于船 葬于海底 黑白交错的琴剑 弹奏出一曲又一曲 清脆悦耳 情人心脾的旋律 也弹奏出一段又一段 不同人生际遇中的 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